新闻联播和各位见面 首先我导协谐 第一件事就是 昨天买金服 我说集资2000亿美金 大师立刻想资证我 为什么你不够胆呢? 你看得这么高 却要买金服 我还好着说有3000亿美金 说错了原来是估值 估值2000亿美金 情况是这样 因为你不熟悉的状况 你将集资额和估值 是错 通常集资额是四分之一 但如果很健康的话 就开集资10%都下跌 即是你拿一成的股票出去集资 我不知道会否再少5% 我不太记得 大约会是这样 所以集资和估值相差好弱 原来买金服的估值可能接近2000亿美金 15000亿港元 第一期的集资 刚刚开始是H股集资想集资的8亿美金 就是昨天几个港元 那就合理了 第二件事 道歉又是资料错误 我曾经说过在元朗721 即去年到今天有7个人被捕 原来不是 已经拘捕了37个人 但只有7个人被控这个暴动罪 其他人可能未起诉 或者用其他罪名起诉 有两件事要补充 就是 上公子会犯错的机会 比较高一点 因为他最重要的是 因为他负责Fact 他负责Fact 当然犯错的机会更大 我是负责吹嘘 吹嘘 吹嘘 你最多说我 我认识错 你很难保识 我自己是一个 粗心大义的人 是真的 你已经好做很多 逢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个粗心大义 希望我们尽力 第二件事 很感谢 读者的观众 常常提醒我们 让我们可以 常常都道歉 对 有什么事搞清搞错 又说捕7个人 搞错 香港警察业密 37个 37个政务 告7个暴动 那边的比例也差不多 也是这样 同一个 如果以起诉来说 是同一个 level 但是昨天 真的是721的一周年 昨晚 在元朗的营典 有些市民聚集 警方派出了大批的警力戒备 陈卓廷就说 如果去年的721 林卓廷 说 去年的721 你如果出动这么大的警力 就不会有721事件 既人见智 去年如果有足够警力的话 是6月9日之后 所有事件都不会发生 是 如果用现在的角度去看 是 那你不仅是721 那你是不是只想防止721 就不用防止其他事件呢 是 因为721有个历史性定义 那些人在那里做一个 分水嶺 经过721 就发自崩溃 大师 是否觉得是 我说6月9日 会发自崩溃 6月12日 6月12日 发自崩溃 即是开始冲击那时 冲击立法会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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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攻入了 攻入了 放下梁妖宗 攻入也不叫法治崩溃 但721才算法治崩溃 那是什么道理呢 你这样去喷了香港的 721就是 你自己在中联班都喷了 是不是 这样也对 那叫什么法治崩溃 因为林卓廷 就是一个 打滑来讲的人 除了林卓廷到场 还有许智峰 那又是许智峰 又被人拘捕 又被人拘捕 因为他基本上 都很懂得不犯法 但不知为什么 硬是拘捕 情况是这样 现在 一个人 上了警官多 他就不太害怕了 通常现在他都不害怕了 告诉大家 许智峰 还没当选 立法会议员之前 都很喜欢去警官 他在 做 就是在 民主党初初 就是靠这件事打上来的 所以他不害怕 是 很熟悉的 但是昨天 就留意了一件事 就是记者的人数的问题 真的记者多得狠 警方曾经甚至 用这个 围着记者 逐个 查他们的记者 证核程 身份 有些人也会 被发了告票 限聚令 因为昨天也是用 限聚令的告票 大师 记者数目真的多得很夸张 我认为记者数目虽然多 但是没有了老人 在暴动环境就出现 记者的那个老人 这个老人 无端抓了一个 老人口罗的 大家然后就好像 这是一个无耻的做法 大家集体就是 你无端抓了一个老人 换了一个 我无端经过 大家就相信 然后再报道 然后就当这件事是真 的报道 是不是很无耻呢 就是全部都说大话 但是大家不介意 最大事的就是 真的有老人 很多人在热闹 不是说话 那是热闹的 你不应该看热闹的 我记得吗 当然了 我就说不应该 很多人都起了 警察起了封锁线 举了旗 你们可能会犯了国安法 但我告诉你 真的有很多人看热闹 特意去看热闹的 是的 那就应该被抓了 其实是这样的意思 你自己就说无辜 你自己就说你记者 你说你什么都可以的 我说你是特首都可以的 你说的 是吧 特首不要拘捕我 外交人员 不要拘捕我 到头来又是那个记者性的问题 有很多记者性的 你不认为一个中学的 他现在连买都不买 他捉了连记者 记协买回来的 事业派的 记协是 都没有 直接是那些 不断整理 都没有 做记者很羞恥 新闻是应该撕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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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全世界 所有读新闻是那些教授 你说你是无耻的人 那是对的 我都会穿得挺有差点背心的 是的 那些无耻的人 你怎样 你怎样让人来读新闻系 这些教授有多无耻 你说的 你说的一个问题 现在重复再提到 很多次 是不是无耻 读新闻系 教授新闻系的无耻 你说的 你也不保护自己的专业权益 我挂个牌出来 只是医生 我也是医生 那医学院出不出来投诉 新闻系的无耻 你是不是挂批进去手术室 是的 你自己的手术室 是不是瘋狗线的人 你明白吗 然后打了新闻系 哇 读新闻系的 真是 都不知道怎样 还支持 你明白吗 做新闻记者的人 多无耻 你说 你这件事是觉得对的 新闻记者无耻 新闻系教授无耻 整个新闻界无耻 做什么 对啊 个人都做得 例如一个中一二的学生 背心拿着电话做 那就不用读新闻系 没错 无耻 我觉得对的 昨晚没什么事 就拘捕了一群人 也都平息 社会 都平息 类似这些事 会不断地缩终 不知道 到9月立法会 选举前夕会不会有 大的 会有大规模的 DQ 和大规模的拘捕 因为如果不是 他就没得选 如果不是 你任由这样的搞法 其实到最后 压力越大反抗越少 如果你是任由他这样搞 美国就出了反制 出了反制 出了反制之后 参加初选的人 就会多了 你永远都是 你一定要是 阿爷要选赢 他就一定要在 选之前 不停出招 之后选的选情会更好 但是如果不停反制 选情会更差 现在好像是 那边又上回 是 因为没回答 没回答很久 国安法出了之后 没回答很久 如果大规模的 搜捕 然后什么 选情会更好 是 其实到9月 都会充满变数 是 会充满变数 我们那时候 就好像国安法立的时候 我和你 不是 可能 我会觉得 整件事都定调了 9月 但好像现在又不是 那回事 因为你 整件事 你 永远都是找到一个机会 我说 去年6月发生的事件 是什么事发生呢 其实真正的杜火线是 贸易钱 是 他觉得你中共没有了解 是 所以就打 永远都是这样的 这世界上 永远都是起善怕恶的 你无论对 其实人民 你无论对他们多好 你只要统治者 出现了 弱势 就会被人打 人证 那些就是骗狗人 只是子产 是 全部都是骗狗人 其实 当年法国大革命 参加 发生的时候 法国是全 欧洲大陆最先进最富裕的国家 对 然后他就是什么 因为你试了弱 因为你开了什么三级会议 然后 被人觉得没关系就被人打 而俄国大革命 全部都是这样发生的 也是因为 你被打仗被人打了一身 你就会发生 我想最经典的例子 就是 沃尔巴乔夫 一弱 大国都崩咐 所以基本上 你对他们越残忍 你就会 政权越稳定 不可以说越开心 但是你对他们残忍的时候 你自己很花力 你打人的时候 你打人的拳 你自己很多时候 手指骨都会断 当然 这是一定的 所以 大家不要以为 极权不需要代价 极权的代价 所以大家 放松一下 一放松就会来 明白吗 一定要放松 如果你不行就会被人弄刮 其实就是这样 这样很难取得平行状态 好了 今天就是DSC放榜 全香港有 44,521个考生 这个数目 很惊人 我想说一说 全香港只剩4万多个考生 五三仔 我们那个年代 我也很老了 我们的年代考会考 还有 六位数字的 考生 你可以看得出 跌得很厉害 很厉害 还是逐年 只剩4万4 其中有18,572人 考到最低的入大学资格 香港现在 8家大专校 有15,000个资助的大学位 即是说 每1.24人 持有一个学位 很容易 很容易 我们的年代 每100人争 一个学位 我最记得 是吗 好像1% 中大、港大两个 未有科大的年代 其实现在就很容易 因为发男了 所以 发男了多了 亦是生者 少了很多 那时是六位数字 现在考的人 是少了很多 所以 那时 有些人 是读完中三 很多 我最记得 我考会考那年 是17万 会考学生 我很记得 你的数字 大家就赶紧我 哪年考会考 说真的 那天对今年的DSE学生 是很不公平 真的 命运使然 他们今年经历了很多 就是反修例运动 接着又整多一剂 新型冠状病毒 其实他们今年 是特别辛苦的 我觉得不觉得 我一点都不觉得 为什么呢 考试考虑考虑 有什么不公平 我觉得今年 毕业心不公平 你出来的时候 就不公平了 你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找不到工作 我进去有什么受惠者 我出来的时候 好就可以了 那就是 那个万年的学位 都在 那些学位都在 大家家家有求 大家齐习 大家就好了 明白吗 你其实就是今年 又不是我停货 大家齐齐停 我觉得大家那些人 假扮可怜 真可怜 就是毕业生 今年毕业会 是的 今年毕业会 你走出来社会 就是毕业了 是不是 如果不是 可能三年出来之后 一片好劲 都不知道他多公平 是不是 读书比较少 那这里就是了 有四万四千个考生 一万八千人就大学读 还有两万多人 要走出来社会 就是那一块 那一块就糟糕了 对 对 对 是不是上天对你很不公平 对 他们就不公平了 当然他们可以在外国读书 或者有其他出路 但是都要是今年 但是这么说 根据统计 他们应该很多都要入饮食业 零售业是最大的 如果是读书书那些 对不对 别说了 很多人的 这个也是我错 我掌嘴 你还要说 你还要说 感食业和零售业 吸收得最多年轻人 再再再再 我错 那你说是不是不公平 对不对 我一说你做得多 现在又再再 我错 是完全不公平 没错 他们走出来 今年这个经济环境就很糟糕了 真的要大家找出路才行 没错 政府真的要想想想 我经常都说 青年人是 继时炸弹来的 如果你不好好安置他 因为 你不安置老人是没有问题的 好像老了就没有他病了 游山哲考 是的 有没有看过 有看 有看是吧 背过妈妈 那些老人家就 老而不死 视为责也 那些人扔了老人家去死 不要妨礙 这个没问题 是大道理来的 没错 明白的话 就国泰文安 但是问题是 青年人真的要安置 要想办法安置 所以我们 祖国以前才有上山下乡 刚刚都是 不要以为什么来 其实是一个 完全是 消解了刚刚毕业的 学生或者大学生的前途问题 一个很实际的做法 不过那个名字就和你 转换了你 那是好名字 当然是好名字 毛主席那些 政府真的很好想想 有两万多个新的毕业生 出来的社会 如何安置他们 是不是应该 跟 各大机构 或者政府都要安排一些 training也好 什么都好 摆住他们 出粮啊 学一下东西 因为 没有工作经验 当初是做一些展翅 毅俊 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理由 但是是不是可以 再深入少 我经常都说 其实读多些书 是没有用的 其实我觉得 应该 你叫我说一下 应该 应该回復学徒制 应该 应该 应该回復学徒制 就是说 会等到一边 是 不要 OK 这个是经常都说的 不要那些 不得意无事做 我先浪费五匹读 读 vending planner 然后浪费七匹读 美容科尘先 那些最糟糕 那些是最糟糕的 然后我说 责贴 不如读责贴 读责责责 三万五 就是这样的状况 然后 他给三万五 不如你 你现实一点 给他三千五 去做责贴 你拿出来的 责贴是这样的 但是你只能用的 你还未用的 不如你用回復 某程度的学徒制 你学到 不要 最低工资 某程度的学徒 可以豁免 我记得以前 漫画的 有些不足業可能是三百元 三百元就好像優惠和優勢 有些可能在三個月後已經變成千多 因為你會變成熟手技工 但你求的時候我真的會給你機會 很快就會上到那個薪金 但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現在你搞學徒 現在你搞最低工資 那些人不是要你讀幾屁 你更差 我給你機會學習 但你可否以最低工資繼續維持 令我開設一個政策 日本就是這樣 日本就是學徒 譬如你做壽司有學徒 但你真的要教他 浪費某些事情 例如你可以給少些薪金 低於最低工資 但你要浪費他做學徒 好過你做美容 你給幾筆東西 然後別人給你免費練習 你不是有三千五米的計劃費 別人給了一個機會 給了一個機會給他練習 明白明白 那就更差 因為沒有那樣做那樣 其實是多了 用回最原始的方法去解決些問題 他們都不可以經常病在家打電話 沒錯 好 講完最後一則新聞 昨天歐盟通過了 7500億歐元的復甦基金 大家在歐洲議會達成協議 7萬5千億港元 是一個驚天數字 一句說實 又是印蘭紙 只有一招 整個歐洲經歷過今次新型冠狀病毒 進入更加經濟不景氣 現在就印多了7萬5千億港元的數目出來 給歐洲 當中意大利和西班牙將會獲得最多的資助 其他都要分餅仔 那有沒有用呢 有印蘭紙 那多少都有用的 那你吃止痛劑也有用的 你有沒有想法 止痛劑醫不到病 或者你是感冒不能醫 那你感冒你 relief你的痛楚 都已經是醫病的一種 這7500億歐元 不是止痛劑 抗癌藥 抗什麼癌 抗不到癌 你記住一件事 是 經濟學的基本道理 基本原理就是 所有的印蘭紙 或者一些金融措施 量化寬鬆 量化寬鬆 所有的東西 就像感冒藥一樣 這是基本原理 它只能夠relief你的痛苦 它永遠不能減病 但是你每一次relief的痛苦的時候 譬如你留下感冒時 留鼻體 其實你會把病毒減出來 留下鼻體 即是你理論上 如果有痰冠 隨地留下痰冠 是一件好事 因為你不停留下痰冠 因為你不停留下痰冠 你不停留下痰冠 你不停留下痰冠 於是乎 所有你的relief的東西 都會令到你的病情耐久了 我吃過一種中藥 它是令你的病情加劇 但是會令到你痰快 以前是有痰冠 但我心想 很快過一天 我寧願就很遲一天 即是七天變成六天 我寧願就很遲一天 你變成的效果很少 所以要記住 所有量化寬鬆 這是一個基本原理 即是說 如果我不等你辛苦一點 我會讓那些人去失業 自己想辦法通街行 病死 餓死 餓死 然後你的經濟其實會復甦得快一點 因為那個人會馬死落地走 或者之後 他可能每天會做十二個小時 二十七個小時 或者他會想辦法 如何令自己生存 所以整個事情會快一點 而且整個經濟是甚麼時候 那些有錢人就會寫得快一點 寫得快一點 寫得快一點 但是 好像2003年 你會發現2003年 如果多兩三天 那些四大家族 傷亡會比較慘 因為他們的樓會跌得更厲害 就是會再淘汰更多一些 比較沒有那麼強的 一些有錢人 所以你的淘汰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 殺多上一級 最高一級就碰不到 對 最高一級也會失去很大堆的錢 那就是說 其實永遠都是一個方法 就是 你打仗會死了很多有錢人 窮人會死得更多 但問題是 如果你不經過打仗的話 有錢人是永遠不會死的 就是沒有大洗牌 是 那就是說印銀紙 印7500億歐元 就是減萬個大洗牌 就是減萬個大洗牌 但問題是窮人 所有人都沒有那麼辛苦 就是一些 令人沒有那麼辛苦的劑 但是你就沒有得洗牌了 同期 所以現在 因為我們發現了這些止痛劑 所以有錢人是永遠不會死的 你要是極度痛苦 有錢人才能死的 大家看Nexus 應該看過脂肪子 最多人看的一個西班牙劇 裡面大家都記得 有一個對白就是 我們的策頭 博士 跟女主角說 他說 我們現在進去西班牙鑄廠 印銀紙 偷些銀紙走 我們不是盜賊 真正的盜賊就是政府 因為不斷印銀紙 不斷印銀紙 幾百億幾百億地印在歐洲央行 印了之後 那些銀紙又不是落在我們窮人手上 印了那些銀紙 和人是分不到分號的 那段對白很感人 令到脂肪子的連續劇 成為了世界大熱 大家要戴著面具 穿紅衣服去反社會 印銀紙是一件好事 相對於印銀紙 相對於印銀紙的方法是有好事 以前印銀紙的多數是 政府印銀紙出來 政府用來洗了 出了糧 大家都通過膨脹 但有另一種印銀紙方式 就是減息 減息的效用對印銀紙更快 但減無可減 我現在說的是減息的方法 減息的意思是 一張銀紙洗兩次 等於印銀紙兩次 這是增加money velocity 怎樣洗兩次 現在你把銀紙給你 把銀紙燒掉 那些銀紙當然不存在 當然 即是money velocity是零 零即是不存在 即是很快地洗 即是大家不停地洗 即流通量等於印銀紙 可以嗎 減息時流通量會增加嗎 因為利息低了 大家都急於流通了 利息高問題是全銀紙 但如果政府印銀紙 政府使用了 那些銀紙政府使用了 那些銀紙政府使用了 你減息了阿公便有借錢 那些 如果減息時 當你做資產行脹 就變成有錢人 即是越有錢人越想用得多 當你用減息方法 所以他們的資產行脹 我沒有看過 如果印銀紙本身 已經算在量化寬鬆的形式 即是放水資產行脹 已經算是比較對政府 那些銀紙不會有利 即是印銀紙是出利 如果現在用了印銀紙 或者減息方式 或者是回購一些 政府債券的方式 那些是更加 對窮人還沒有利 現在印銀紙 就算是對窮人有利 是的 沒錯 如果這樣 是不是應該 即是印銀紙派出 那些銀紙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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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算是比較有利 如果這樣 會否正當一點 好像香港每人派一萬元 會正當一點 會否整個歐洲 印銀紙派出 我們派出給每人一萬元 有錢的窮人都說 那會否力量又大一點 即是像陳茂波說 你收了一萬元 快點出來吃飯 在第三波未爆之前 這樣說 距離印銀紙 而希望力量大一點 是錯的 是 印銀紙出來 只希望痛苦少一點 可以 如果印銀紙打分落 他們還有很多原因 譬如印銀紙 希望金融卑購不要崩潰 金融機構不要崩潰 不要 裁員 骨牌式效應 骨牌式效應 那樣 但亦是等於賣賣 沒有那麼痛苦 因為你等於金融機構崩潰 亦是洗牌會快一點 所以問題是你損害 哪一樣 即是香港也是 不停泵水下去 幫僱主出糧 就是千方百計 頂住6.2% 其實是救到有錢人 以及救到最窮的人 但問題就是 你會有一個後遺症 如果你任由洗牌的話 你就會 即是現在我解釋經濟崩潰 任由洗牌的話 你會有窮的人 會死亡很多 但有錢人就會有機會 有機會給一些厲害的年輕人 去取代有錢人 金融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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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機會 現在有錢人跌下來 有機會打倒他 有錢人不跌下來 就沒有機會打倒他 是厲害的 是給一些厲害的年輕人 有機會上位 但厲害的年輕人 就會有利 那就會有洗牌 但洗牌 你無論怎樣洗 你也會有街磚 洗不洗 如果你是不是厲害 你是一條笨賊 你永遠都是笨賊 你無論什麼地方 你都是捱苦的 沒錯 但你就可以騙那條笨賊 告訴笨賊 你打倒那些有錢人 你就會生活更好 但其實是不行的 只有一件事是做得到 那就是共產黨 就是我打倒那些有錢人 之後 就一起分給你 所以共產主義就好 但共產主義會把那些有錢人 除了全部都會亂 因為這件事是有錢人 你用那麼殘量的手段 那些有錢人不會速收就擒 你就要鬥地主 把那些全部的速箱 打吧 然後他的兒子 就像黎智英一樣 就在街上走來走去 做個街童 但是共產黨就是明白 只有用這種方法才能打倒他們 是 這就是共產黨的方法 就是這段時間 很久的人就發現 原來共產主義實行的方法 就是要共產人實行的方法 因為他們在那裡是動不了的 你的手也拿不到的 你怎樣弄它 就是車子 所以就把他們抓出來 但問題是你有沒有其他方法 答案是沒有的 如果你問我還有沒有其他方法 答案是沒有的 因為他們實在太高了 正如上帝也是永遠的天上 你唯一可以消滅李嘉誠的方法 就是抓他出來 然後搬到他的家 然後把三十戶人家搬到他的家 隨此之後你沒有辦法 因為他太有錢了 你明白嗎 然後這個就是社合院的故事 社合院為什麼會住了這麼多戶人家 其實本來是一個戶人家住 你問幾十戶怎麼不走 因為這樣 是的 因為有很多戶人家 遷入原本的社合院 原本的主人還去了哪裡 應該就是故事 好今天的新聞聯播時間 那麼多 我們明天再找其他話題再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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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